HELLO 大家好,我是2base的阿彤 很久很久沒有拍片 我一直都收到很多觀眾的inbox和留言 問我為什麼這麼久都不拍片 為什麼下一條影片一直都等不到呢 好了,接下來就是聖誕節 這次我準備了一個比較簡單的芝花曲奇的食譜 我會穿一個聖誕樹的樣子 上面會加一些裝飾 比起之前的芝花直譜會比較整一點 現在開始了,去片 我會穿一個櫻子 我會穿一個櫻子 然後我會穿一個櫻子 把枝花質的地方給你 我會穿一個櫻子 在一起,在一起,去片段 那些櫻子的地方 我會穿一個櫻子 在一起,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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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蒸汁 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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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喜歡這影片 王, 王, 阿彌, 阿彌 我們要去做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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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就是今天做的芝花曲奇 上面就是我做的糖霜的装饰 现在先试一下 它吃起来的口感也算松化的 整个食谱也不会太甜的 我就不建议再减糖 今次的食谱是比较容易做的 因为它的食谱的质感是比较实一点的 你又可以将它变成不同的感觉 你可以不跟我做圣诞树 可以做圣诞花圈 或者纯粹的芝花曲奇 也很好吃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有做任何成品的照片 你可以送给我看 我都会在我的Instagram上 那今天的食谱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今星期的食谱也有更新了 Android手机 2by食谱里面 大家还没有下注这个应用程式 还记得下注这个应用程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